看一下我们的填瓜 你看 很标准的都很标准 基本上是瓜四个瓜也很标准 个头啊都非常好 可以看一下 包括这边 看一下 都很标准 这样的话产量高 这个就牵到一个技术 就是蓬瓜的技术 也叫蓬瓜的技术 实际上我拍这个视频的目的是干啥呢 就是有个网友问我 就是他种的瓜 开始蓬瓜了 然后用钙美蓬肥 是不是有利促进 瓜的蓬大 实际上 你像我们这个 瓜的蓬大的标准 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没有去刻意的去用钙美蓬肥 然后就 起到这个蓬瓜的效果了 因为 钙美蓬肥呢 它不是说 用了以后就能蓬瓜 而是说如果你用了以后 确实蓬瓜了 是只能证明 你平时施肥不科学 配方不科学 然后缺少一些元素 因为作物生长呢 14种矿物质元素是必须得有的 必须得有的 你只有你钙肥没有用到位 每元素没有用到位 然后蓬元素都没有用到位 所以你在蓬瓜呢 如果换一种思维 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个蛋肥如果说你在前期用的不到位 到蓬瓜去的时候 你增加蛋肥的用量 同样也具有蓬瓜作用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说 刻意的去到后面 因为缺少了再去补充 而是说平常我们施肥的时候 尽可能去科学施肥 这样情况下 你种这个作物啊 就是无论在蓬瓜呀 在产量啊 在口感呢 都会非常好 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做